八八 七八五八三 五八九八九八十二八十二十六 十六十九十九二十一 这个担着担 来 你自己用了 这天南市区一会带着台南土城国小四年级的同学们 来到晨西社区也就是钢阿塞 进行食欲教育的课程 其实土城国小和晨西社区约莫只有两站的公车距离 但是小朋友平时却少有机会来渔温走动 而穿着青蛙装站在渔温中央 详细地为小朋友讲解说明的 是晨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国中 也是今天的义务指导老师之一 你看大哥哥大姐姐一支钉子 要把这些忙拿到后面 它也是用钢子 一般钢子的时候都是两个人 也有可能是一个人 如果它是很近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挑一支就好 如果它很近的时候就是一个里头上一个里头边 稍后它会在里头边 这样它的鱼子主动输完 主动输完 主动输完 不然如果全部鱼子都在里头上 收成时鱼鱼在水面上跃动 宛如跳着流行的舞步 小朋友都高兴得雀跃欢呼 算鱼 鱼鱼鱼 鱼集中在那边了 有没有看到 在最前头那边 待会全部的鱼都会跑进去 然后再用竹竿把它赶在一起 然后开始分大小 然后再去数尾数 鱼村孩子 对于故乡的养殖文化不熟悉 曾经荣获107年度 模范渔民的吴雅文 感触很深 现在的渔民子弟 跟我们以前 从小的时候的渔民子弟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小除了上课以外 还要帮忙家里面的养殖渔业 现在的小孩 父母亲对他们的期望很高 就是只顾着读书 把书读好就好了 所以相差蛮大的 这里的渔温新罗旗部 整齐的排列着 而在收获渔苗时 渔温提案总会站着 一只只白露丝 寄于渔温内可口的渔苗 老师们开玩笑的说 白露丝跟土城国小的同学一样 也来进行填饱肚子的食语教育 Ready to of Canadian 你让这些魚看 这都是很孤联的 竹竿旁边那一株白露丝开始在看了 它会刮很多鱼刮来 近年来在社区发展协会 南市区域会与渔业署的努力引领下 当地养殖业在经济收益及生态保育间寻求平衡 渔民减少用药、友善环境 逐渐找回消失在渔温周围的生物多样性 以这个形态来说的时候 这算是一种平行 这些白露丝如果没法在这些文化这些行专 最后我们这些恐惧孙要在这些生团也会有问题 当然你吃一块,他吃一块 我们不可以买一块 我们没法好很久 但是他相信给我们吃吃 他也不可以买很久 有来有去 当作出品头,大家欢迎来做会 风修有很多鱼,让他吃一半只 参访赶鱼苗的过程后 小朋友也实际体验了虱目鱼山青 也就是轻鱼鳞、轻鱼鳃和轻鱼肚的工作 虱目鱼山青的第一步就是先除去鱼鳞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用汤匙刮除 然后取出内脏及去腮 这样山青就可以完成了 小朋友分组比赛 看看哪一组可以将鱼鳞刮除得最干净 这个地方把它打开 然后凹出来 用青桃把它勾出来 好 来啊,第三个就是要把它们的内脏去除 好 去肚 第一个是去什么 第一个是去什么 去 第二个呢 去肚 第三个呢 去肚 去肚 这个就叫山青 讲一次 山青 你就把三样东西拿去干净 这个就是阿公跟阿嬤喜欢吃的鱼鳞 把这个肚子拿掉 肚子 这个很重要 你的肚子没有去除干净 吃起来会苦苦的 这就是胆 这个就是胆 这个就是胆 那这个呢就可以吃啦 好 你们去塞 里面呢 去肚我来 倒置在我这边 这个不给你们 我这里塞就好 这样子就可以做一叶干 好不好 好 这个我来就好 长到你们懂了 长到你们就会了 好不好 好 各位 平常只吃鱼却很少碰鱼 更别说刮除鱼鳞 清除内脏了 透过这样的过程 对施木鱼的姿态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土城国小校长张士昌也认为 从做中学 才能积累食鱼文化的底蕴 我们在台的小孩 其实都是家中做文化的 其实小孩没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接触这样子实际上 等家长都觉得说 孩子应该让他好好读书就好了 不需要去插这个事情 那透过渔会这样子的活动呢 也让孩子实际去尝试一下去体验 那其实也让孩子去了解说 其实家长在做这个工作 其实都还是蛮辛苦的 也趁机从渔业的产业 那从孩子的体验跟产业 然后去希望在五六年级 可以再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课程 因为小朋友就住在附近的社区 有几位阿公阿嬷还骑着脚踏车 来到社区中心东张西望 不放心丁孙寶贝孙女 但是小朋友们都认为 这趟食欲教育校外教学好玩又有趣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很有趣 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关于渔业的东西 我们平常学不到的 有些是大人不会让我们做的 今天都可以做到 我们去看渔秒 在渔温看渔秒 然后看到叔叔跟阿姨们 在赶渔秒放到一个网子里面 鱼鳝跟鱼鳞還有鱼肚 我觉得能认识我们家乡的东西 要谢谢老师们 带我们来体验这些东西 义务指导老师陈淑英 过去很难想象 就住在渔村旁边的孩子们 对于家乡养殖的虱目鱼 竟然很不熟 她说食欲教育就是要让小朋友 实际感受养殖文化 从产地到餐桌 与土地的距离不再遥远 连在渔村的孩子也没有生虚子 有一句话说 吃过豬肉不知道 不要看过豬子走路 所以我都觉得 食欲教育 不能跟人家说 一尾鱼来 怎样煮好吃 一定要让她知道 怎么样从产地到餐桌 饮食都稀化了 她每天都住在渔村里面 她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湿沐浴 其实她天天也在吃湿沐浴 不管是在都会 或在渔村的孩子 我们都需要给她一个学习 然后再教育的一个机会 我本身是土城国小退休的老师 我曾经教过在这里的一个学生 她在我们班上是成绩名列前 我问她说 你住在渔温里头啊 那你知不知道渔温的设备有哪些 你可不可以起来讲给小朋友听 她竟然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这个经验 我一直烙印在我脑海里头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孩子会这样 所以我感觉到说 住在这里的人 跟土地的距离怎么那么远 所以食欲教育 也可以借由食欲教育来拉近 不只是在地 连外面 就是吃鱼的人 能够从这个鱼这样的一个媒材 了解人跟土地 是什么样的一个连结关系 如同施木鱼 是从法斯般大小的鱼苗养起 推动食欲教育何尝不是如此 白鱼 对我们的头鱼师 那里这么大鱼 鱼鱼鱼鱼鱼鱼 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寸大 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来 大家都很期待 很怕忙 这是做我们爱的人 第一个受伤 他第一个拼 现在拼这个不好吃 有些可以传承 给这些高鱼 担有一个印象 他可以把我们这些鱼鱼 的鱼鱼 的头鱼 从纸上教学到亲身感动 伴随着同言同语 渔村文化正在细细传承